今天是8月11号 收盘了我们来看一下券商 券商今天迎来了一个大爆发 放量上涨 涨幅达到5.48% 那么接下来券商是不是要开启新一轮的进攻了呢 这一轮上涨的核心龙头又是谁 如果大家对券商板块把握不准的仔细听 今天这个上涨我想大家应该没有人喷我了吧 最近我一直在强调 尤其是在这个位置 我多次跟大家讲过券商要怎么办 券商有机会迎来放量中长阳的进攻 如果今天这个旁边还有人喷我的 那只能说你不仔细看 或者说你根本就没有用心去看 以后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券商暴涨 突破了六星均降线 怎么走 还记得我前面跟大家说过的话吗 券商底部出现放量这种中长阳的时候 代表着说新周期的开始 也就是说新一轮的反弹要开始了 手中有票的继续看多 你的票大涨的继续看多 这一轮的目标在哪里 仍然是1336在高点 今天放量突破六四天线以后 或许明天会有低点回踩一下 但我觉得每次给你低点回踩 就是上车的机会 就是大家 参与的机会 我们来看一下分子图里就明白了 今天上午表现平平 这个时候对吧 结果11点钟以后快速的进攻 放量往上拉 可能很多朋友说 是不是有什么利好 其实这个利好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谁呀 全面注册制快要来了 对不对 毫无疑问 谁获利最大 券商 其实这里还有一个隐形的利好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我在前面几天 跟大家讲过 可能大家没注意 那就是政经会高层说 RPO要什么 稳中提升 这个大家没仔细听啊 RPO稳中提升 说明什么 说明券商又可以多收手续费了 业绩利好啊 所以券商今天迎来了一个爆发 今天是突破性的一个上涨 突破是突破哪里 突破底部曲线 突破六十年距离线 所以他明天有低点 大家仍然可以去做一个低吸博弈 这一轮核心票 农头票 他可能反弹的目标 是奔了前面的高点去的 但后排跟风的 那大家就要注意了 冲高 到了关键的点位 适当的要考虑减仓或者跑路 为什么 大家看 今天整个券商板块 涨幅达了五个多点 可是你看 大多数的券商 他的幅度都没有走过指数 对不对 很多票 涨了三个多点的 这里涨了四个多点的 也是一大片 有超过一半的票 没有走赢指数 想一下 如果你买的是后排的 是不是会很郁闷 很纠结 看前排 真正涨的 也就那么什么 也就那么几只票 涨停 大涨 大多数的票 在这里 从广发这里往下走 你看 都没有跑赢 券商指数 就说明了问题 说什么问题 如果你的票 不是前排这些票 那么你很有可能 跑不过指数 所以大家说什么 趋弱留强 或者你没有券商票的 那么你就盯着这些核心票 龙头票的一个走势 好 那今天有五个票涨停 那这五个票 谁或是核心呢 谁或是龙头呢 怎么走 先看一下南京 南京是这一轮券商板块 最先启动的 大家看 这里是一个放量的中长阳 刚才说过的技术 仍然有效 是吧 出现放量中长阳 逢低上车上车 如果你在这里上车 这里一进攻 是不是可以吃肉 吃大肉 就算你在这个冲钢过程中 你减仓了 同样是吃肉 吃大肉的 对不对 另外一个 他今天上涨 放量涨停 明天命令的是9块5毛 我这高点压力 那么能不能过 我们看 成全量 突破了没有 突破了 所以他明天 有继续冲高的预期 但是大家记住 明天冲高 追高一定要谨慎 因为他强压力位 在这里 这个位置 是放了质量的 那这里的量 是非常大的 所以你去追的话 很有什么 高位站岗 那就是说 南京证券 在这几天 有低点 给你上车的时候 你没上 那么你追高 这个时候就有谨慎了 明白没有 朋友们 我一直强调的 最佳上车点 已经给出了信号 其实前几天 就跟大家说过 但如果你再去追高了 以后 是吧 在这里高位站岗了 有朋友问我 老师 确实上我又亏钱了 我又高位站岗了 我该怎么办 那不是我的问题 也不是市场的问题 那是你的问题 所以朋友们 你操作的思路 操作方法的问题 这么一讲 大家知道该怎么办了吧 该怎么走了吧 哈头股份 位盘封板 大家看 他的走势 其实 看哈头啊 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哈头我在前面 也跟大家讲过 他走震荡 对不对 这个票 走震荡 以后在这里 是不是也发现问题了 他 情况也非常是明显 他容易出什么 长上瘾 那么今天涨停 能追吗 也不能追 大决是不是 首先 这里的量能 这里的量能 你能比吗 这个量能明显没 这里量大 明天再涨 哎 这个高位压力 这里压力很大呀 顶不住 不就冲高回落了吗 那么打出这样 长上瘾 你不就是高位站岗 高高的被套住了吗 所以说像这种票 你敢去追吗 说真的 我不敢去啊 我不敢去 当然手中有票的 对吧 明天来个冲高 封住长庭 我就继续看多 继续躺 封不住 我赶紧跑 那么我这一轮周期 是不是做完了 是不是吃到肉了 大家看 这里的话 他有优势 牛腾值总市值 109亿 他是所以券商板块里面 市值比较低的 所以他优势在这里 明天不爬出 有再次冲长庭的预期 但是记住啊 上方压力比较大 一旦顶不住这个掌停榜 一定要怎么提前的跑路啊 国员证券 这是今天最先掌停的 可以说是券商板块的 日内龙头 那么对于这种票怎么理解 其实这个票 大家看 他提前启动 还记得这个位置吗 我在前面跟大家讲过吗 60天均驾 现在位置是可以什么 考虑低息博弈的 当然 看这里 对吧 他是属于一个趋间震荡 下面支撑在这里 上面压力在这里 但是他这个60天线位置 站稳了 往上走了 所以60天线就成了他强支撑 那么在这个60天线这个位置 上车的朋友 今天放量突破 那我觉得他明天 有继续进攻的预期 而且这个票 有连续涨停的预期 为什么呢 看这里的量能压力 但是很明显的 这个位置的量能 和这里的量能 这个量 比这个量要大 所以他有机会突破这个位置 实现一个进级的表现 实现一个二连板 所以对于国员证券 大家就注意了 这个票明天有继续冲榜的预期 但是 手中有票的朋友们 在冲这个过程当中 他一旦稳不住 或者说顶不住压力 大家该跑的还是要跑 那特别强势的话 他顶住的 让我觉得他将挑战上方的高位 他有可能是这一轮的什么 券商板块的带头大哥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 他一个也有优势 牛通值302亿 总是值307 所以他相对来说也是属于那种小盘 券商 后面也是存在着一定的空间 官大正确 下午开盘后 马上就封满了 对于这个票 我讲的特别仔细 我想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 对不对 在前面 红盘震荡的时候 我就说大家不要慌 不要急 等待什么 等待60天均价性的一个什么 上上靠拢 你要在60天均价性的位置怎么办 上车潜伏 这个票我说的很明明白白 说了很多次 大家看一下 今天一个放量的中长阳启动 我在跟大家说了很多清楚 等什么 等放量中长阳启动 那么他确立新周期 下一个目标是 这个高点 2162 说的很清楚 说的很明白 如果大家还没上车的 如果说大家还没有吃到肉的 那只能说大家的操作有问题 朋友们 如果你经常看我视频的 看我分析券商的 你就应该知道 光大正确是我讲了最正确的 或说是最佳上车节点 说过的 后期他将继续挑战上方的高位 华西正确 大家看也是上午 直接拉掌声 下午才封住 这个票 他就是一个底部的反弹 你看这个票 他的股性 比较差 前面这里拉一个板 马上掉下来 这里拉一个板 明天是怎么走 对吧 放量 那么是弱转强 还是冲高回落 备案下来 对这个票 所以说难度有点大 为什么 他看 今天这里是放量的 他明天再涨的话 就面临这个平台的压力 但这个平台的压力 也是一个主要的压力区间 大家看一下 主要压力区间在这里 所以他明天冲这个高位 一旦这个量能跟不上去 顶不上去的话 容易出现了 冲高回落了 所以大家要注意 这个位置的量能是非常大的 他量能跟不上去的话 容易被砸下来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对于华西正确 明天走势 他有冲板的预期 冲高的预期 但是大家记住 千万能入手 不要去追 实在看好他 分试图低点去低吸 去博弈 博对了吃大肉 博出来做个止损 千万能入手 不要去追 好 这是今天几个涨停票 的一个情况 那么从技术方面 和人气来看 最值得大家留意的 就这三个 一个是南京 一个是国员 一个是光荡 但真正人气 最问的是光荡 所以光荡这支票 是什么 复合低吸的目标 然后国员的话 他有弱转强 什么 晋级的需求 南京证券 只能做趋势 低吸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那么随会最终 脱颖而出 成为整个券商板块的龙头 那就看明天谁 最先晋级 好 这一期的视频 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